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寻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物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这节课的讲师 大山格林 掌声 之前初级班 我们过去初级班 想要照顾台湾人 以至于讲的东西内容都太浅 一幅好像导致上 一幅好像导致都没摆的那样的 要给你介绍 但现在已经到一个程度 直接跟你讲掌声 没有时间再慢慢跟你一步一步从未知的状态 現在全部是已知,要馬上知道 來,那怎麼樣很快讓你們進入狀況 我用這一張圖 這個大家都會看,聯合國你們都知道 或是UN,UNITED NATION 知道吧,聯合國知道 UNITED NATION,你們這上網自己可以查 有一個叫做Global Compact 這樣的一個組織 那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Our work is acknowledged by other intergovernmental bodies 然後這就在講說他做的事情 來 來,我上課的時候請停一下好嗎 來,後面的,來,哈囉 可不可以請坐下來一下 請坐下來 我在上課的時候就請坐下來 謝謝 來,回到我剛剛那一頁 回到我剛剛那一頁 對 這邊寫什麼 Our work is knowledge 就是說這個聯合國的一個組織 它做了一些事情 現在尋求什麼 Recognition by the G8或 G7 就是過去這個組織所做的事情 Recognition是什麼 認可 被誰認可 通常你要尋求別人的認可 那對方是不是應該被管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尋求你父母親的認可 你尋求社會對你的認可 尋求專 就是專業領域的認可 都有一個認證單位,對不對 如果你要尋求認證 那些就要很大 可以嗎 有夠權威 連聯合國的單位都要尋求認可 那是誰人 那個單位是不是比聯合國還管一家 是不是 喔,台灣人 那是誰人 他跟誰人辦聯合國而已 想說可以加入聯合國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結果沒想到聯合國裡面的組織 居然還在尋求另外一個組織 一個團體的Recognition 這個就非同小可了 這是什麼單位 有的人稱他們為聯合國裡面的VIP Club 就是他的VIP的一個Club 那我們就要看他後面寫這個G7是什麼 G7過去在台灣人的成長環境 沒有人告訴你什麼是G7 今天一直慢慢跟你說 我們現在從這張圖裡面 你可以確認一件事情 G7顯然是有這個權威 來給聯合國所做的事情怎麼樣 recognition,對不對 給他recognition 所以他位階比較高 那我們就來研究這位階比較高 是什麼單位 然後下一張 來,麻煩你 我這邊可以動嗎 可以 G7的意思就是 G7有七個國家 當然不只 It's a group consists of Canada 有加拿大、France 我們前面念這個沒有按照時間順序 France、German、Italy、Japan and 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 這幾個國家 那European Union 就是EU啦 就是歐洲 歐盟啦 It's also represent within 在這G7裡面 The countries are the seven major advanced economies As reported by 誰來報告它是主要的經濟的先進國 它是IMF 有沒有聽過IMF 有沒有聽過IMF 有嗎 International Money Fund IMF我們以前經過金融風暴 會記得韓國 那時候金融大風暴的國家都破散了 對不對 那時候沒有錢 要怎樣 去求救 結果IMF就突然撥了幾百億美金給它紓困 這就是IMF 國際有一個Funding 有一個組織 中國也要搞一個貸款組織 幫助這些國家 我們現在講IMF 應該叫做國際的 Monetary Fund G7 countries represent Bowland 這個七個國家裡面 它代表了什麼 將近有64% of the next global wealth 全球的財富的64% 有怕人嗎 只有這個七個國家 它代表全球財富的64% 嚇不嚇人 大家看 全球的64% 但是你過期對台灣每天 כל которых都 大嘴大、大嘴大、大嘴大 世界第二、 ро 經濟體 只有這個數據耶 世界百分之64的財富是聚集在這七個國家裡面 有些人說話了吧 這就是G7 復國 A Net Nation Wealth 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 不是只有錢喔 要有高度的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人類發展的指標 非常高 不是只有福利家 有人福利家沒聘 有福利家沒有過日子 過得像宋洋人的日子一樣 他那種福利家是有水準的 高水準的 這邊我講 High Human Development 注重人權 注重很多方面 注重社會福利 注重小孩子教育 他們的教育有差別待於注重所有的權利 Are the main requirements to be a member of this group 你要加入這個G7國家 你要有這個標準 除了你有錢 你要各方面 評估一個國家不是只有有幾年 產黨最近有一個好像很有錢的國家 死過去別的國家去旅行 造成當地國家的困擾 有沒有 好怕的人居然造成當地困擾 表示你只有一錢沒錢 所以這樣子當然不Qualify G7國家 過去的G7裡面還加了一個叫G8國家 躲在哪一國? Russia 那時候叫Sovia Union 俄羅斯 葉爾辛那時候加入的 那是因為蘇聯華體以後他們邀請 包括克林頓也邀請過來 可是後來呢 Russia做了一件事情 馬上就被這個VIP Club踢出去 為什麼 他要人家併吞人家的克林米亞 把人家吃下來了 表示怎麼 這G7國家一定守法 我剛才講了 除了你好家 除了你有品味 你還是守法的 守什麼法?守他所制定出來的法律 不能兵吞人家國家 不然你根本就是強盜 你就從這裡出去 來 The G7 countries are also represent 46% of global GDP Evaluate at the market exchange rate 32% of global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GDP 來 再下一個 這個是G7的歷史 我今天花多一點時間介紹 其實你們自己上網都可以看 只是我在 有些台灣人很懶惰 怕你嘻嘻嘻嘻去看 The G7 Precursor was the group of six 他早期是六個國家的團體 他什麼時候成立 1975年 Consistent Finance Minister 主要是七個國家的財政部長的會議 還有他們的中央銀行 Governor 從哪幾個國家 法國 西德 當時的西德 1975年西德 意大利 日本 英國 大英國 United Kingdom 跟美國 跟他邀請 他們這些人來參加 當初是說 以一個非常輕鬆的方式 大家聚集在一起 那目的是什麼 to discuss current world issue 當下的世界的 issue 事情 主要那時候 世界遇到最大的危機 又是石油危機 1975年的時候 是在討論石油飛機 然後G6 follow the unofficial getting started 1974年開始 就聚集 可是呢 當時有一個有趣的名字 他說 they are called the library group 就是圖書館集團 或者說group of five because they met informally 非正式在白宮的圖書館 在Washington DC的白宮圖書館 上去年 我們的 我們的訪美團 有去這個圖書館 Iberi group were the top five of the world's then lending economic ranking by the per capita GDP 加拿大是第七個加入的 1976年 然後後來接下去有意大利 然後1980年 Canada and Italy were officially 正式的加入 replacing G5 with the new group of seven 那時候在1986年 才成為所謂的G7國家 1994年的時候 Russia參加 可是後來 因爲什麼 However Russia was ejected 就被提出去了 Ejected 就被提出去的意思 沒有那麼客氣 Following the group 2014年 Following the Russia annexation Annexation 就是併吞 Cremia Cremia 把它annex下來 The organization was Original found the facility shared Macro economic 它們主要是以看宏觀經濟 來調控全世界 所以這樣出來 我們得到基本 我們幾乎可以稱 這G7國家是世界領袖的集團 對吧 有大嗎 有 那這一點沒有困難的話 我們就進入下一個推論 來回到我們官網 麻煩你 我們看往下一下 官網裡面 我們看那個G7的報導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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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我們點這個圖進去 這是G7裡面 最近 剛才 這個什麼地方 伊勢島 伊勢島 但日本的伊勢島 最近剛辦了一個叫 From Paris 伊勢島 開了一個會 然後再往下一點點 然後這邊寫什麼 The G7 Mazing for VIPs Dedicates Diplomates And World Leaders 這本雜誌專刊 是給G7裡面的會員在看的 他們在開箱的時候看的東西 你認為可以隨隨便便的人 就登一篇文章在裡面嗎 當然不可以 你現在還要看 國民黨的媒體 你後面什麼東西 他不會給你頂 對吧 所以他們一定有一個篩選的單位 任何的議題 或者題目 或者文章 要登到這些七個首領 手上拿的刊物 一定要經過篩選 對不對 嚴格的篩選 絕對是嚴格篩選 因為這就是他們 即將要討論的議題 我現在講 VIP裡面的人 在看的東西 絕對是經過篩選 然後這裡面 再往下看一下 再往下 我看一下 這是他的catalog 這catalog你們要會看 G7的這catalog裡面 他討論的議題 不會跟你講 有的 沒有的 他絕對告訴你 你看他的title Global Development 全球的發展 Global Finance 全球的財務 全球的 policy 公共政策 所以他前面都加一個字 叫Global 因為你是世界的領袖 所以你討論的議題 一定是世界性的 對不對 才能叫G7國家 全世界 他在國中 他說了話算話的 對不對 所以全部用Global 然後突然 你往下的時候 看一看 咦 怎麼看出一個東西 Taiwanese government 台灣人的政府 你怎麼聽到沒有 Self-determinist 自覺跟公平的對待台灣 居然有這一個文章跑出來了 那表示這是議題 這絕對是重要議題 甚至已經是決定的議題 然後再往下看 我們就看這邊文章 結果來 再往下看 我們不直接看內容 我們就翻 你看 這邊是寫 Taiwanese Civil Government TCG 就跑出來 然後再往下翻 我們就直接點到 來 再往下 我們有一個可以點的 來 這個東西 把它點這個東西 進去 點進去 這就有意思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前一頁 再前兩頁翻一下 這好像你在看雜誌 往前翻兩頁 這邊有那個按鍵 你可以按這個 前後的有按鍵 再按一次 沒有 再往前 剛剛那個方向 那個方向 兩次 怎麼跳太多了 來 回到剛剛那個地方 再回去 再來一次 要不然你現在跳到 第四第五頁 我不要看那麼前面 我要剛剛八十幾頁 所以你回到上一頁 沒關係 先回到上一頁 再點進去一次 對 謝謝 然後 我們再往前 一次只走一個就好了 一次走一個就好 一次點一下 這箭頭 只要點這個就好 這個 這個 這是什麼 在那裡面 除了文章以外 還要再介紹這七大 VIP是誰 對不對 七大 profile of G7 leaders 哪幾個國家 我剛才說的 日本的 新洲阿伯 還有剛剛當選的 加拿大的總理 來 下一頁 往下 它有左右的 按這個 下一個 你看法國總理 德國 梅克爾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都認識 這是意大利的 然後這是英國的 這個是歐盟的兩個代表 在這邊 一個是 Council President 一個是 Commission President 然後這是 美國總統 在介紹完這個 七的VIP以後 下一頁翻 雜誌喔 你就想像你是 那個G7的VIP 再翻下一頁 欸 台灣民進會 文章就走出來 再翻下一頁 台灣民進會 全民拿出來 沒問題 我們的秘書長的 大頭照跑出來 那表示什麼 我們台灣民進會 的秘書長的臉 被這七個領袖都看到了 It's among 是被他們recognized 台灣人不要再亂說 過去台灣人亂說 什麼奇怪的詐騙 集團無謂 沒有 詐騙在哪裡 清清楚楚的 登在這個很重要的地方 他們都 走了 國安會議要急著召開 你看 就跑出來囉 整個文章內容 再往前一頁 就在介紹我們的 台灣民進會 我們希望美國 說什麼 Self Determination and Fairness for Taiwan the case for changing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mbiguity policy 把過去美國 對台灣的模糊政策 不要啦 從現在開始 從現在開始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 非常的清楚 怎麼會清楚 台灣這個土地 只有兩個政府 有兩個政府 一個就是你們很熟悉的 叫做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 另外一個就是 台灣民進會 台灣民進會是什麼 台灣人的政府 Taiwanese Government 台灣人的政府 第一次從來沒有過 在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 70年來 從來沒有人正式叫我們 叫台灣人的政府 旗子拿起來 所有台灣人都回到這旗子 台灣民進會的旗子 已經拿起來了 好 今天初級班不要講太多 主要目的要講台灣史 來 我們回到我的PowerPoint 到幾班才會跟你們講再多一點 來 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們在這邊上課的目的是什麼 是幫助台灣人對你們過去 中國人的資料 哪有去生得亂七八糟 都不曉得世界有多大 只有全世界 在想中國人跟你騙的事情 還背起來 還考試 最近不是國中會考在考完嗎 每一科都在教你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 大家需要認識 什麼是台灣人的真正歷史 你們以為是初級班 問你很簡單的問題 台灣這個土地上有幾千人 初級班 問你 台灣這塊土地上有幾種人 外省 客家 本省 還有什麼 現在很多 變八國聯軍 變八國聯軍 你有其他意見嗎 有其他的看法嗎 我跟你講 你講的就是國民黨騙你的內容 台灣這個土地只有兩千人 什麼人 只有兩個 講得很清楚 減兩隻 跟他比減兩隻 要不然不會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要不然不會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過去那就是要跟你攔 跟你搞不清楚 台灣這個土地給我們兩千人 減兩隻 跟他比減兩隻 請問你 這個名詞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請問減兩隻 如果你認八的話 你是減兩隻還是比減兩隻 他還要來 我們是減兩隻 那減兩隻 那減兩隻 減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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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二隻 減三隻 現在美國人有在你頭前給你減 沒有錯 你說的比較好 那現在是中國人在那裡 那不是 所以減兩隻是中國人 那台灣人是比減兩隻 因為國人把我們減兩隻 OK 他是拿到民營給你減兩隻 這是沒有錯 按照法律 那很清楚 很好 那很清楚 在地上只有兩種人 你沒有所謂的本省外省 你如果說本省外省你就死了 為什麼 你就變成中國的一生 對不對 他就騙你 我們是外省 你是本省人 開玩笑 我當時變你一省 我們是本人 當時也變成中國的一省 他就是要把你吃掉 我們來分析一下 什麼叫佔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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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變成本地的人嘛,對不對? 還有一個,比簽名帳有一個天可以變成簽名帳嗎? 有辦法嗎?你是金融簽名帳,有一天你會變成簽名帳嗎? 對啊,因為你如果點在這裡,你就是永遠是比簽名帳 你簽名帳的後代也會變成比簽名帳 後代他生的女兒也是簽名帳 所以比簽名帳的女兒後代,無關你幾代,也是比簽名帳,對不對? 為什麼? 情況沒有改變嘛 你只要這個簽名帳是固定在這裡,就是這個身份嘛 沒有錯嘛,很清楚嘛 所以大家不會搞混,但是台灣人搞混了 中國人來,請問台灣那天,台灣人就判斷了 那時候就怎麼樣? 我們是想人家的,這幾十年嗎? 沒有啦,我現在說第一次,他們來那時候 我們台灣人本來是比簽名帳,中國人騙了 喔,我們都來做建姓國,好嗎? 台灣人,好喔,走去街頭,去街頭,去跟人 喔,歡迎,歡迎,我也要做簽名帳 我們都是中國人,對不對? 那就是背叛日本天皇啦 你明明是比簽名帳,你當時比簽名帳 台灣人假的狗 想說,我要拔開去用簽名帳,去用領地嘛 那馬上就跳去做簽名帳嘛 啊,剛剛好,中國人幫你求 你簽名帳齁,你要做中國人齁 你自己說的嗎?去做兵 對喔,你中國人當然也要綜密保護國家,對不對? 啊,中國人嘛 啊,對對對,你又要綜密保護,來 啊,你中國人,對不對?去拜中國人 你就要抵我中國生 對不對?拜我們中國的宗教 講我們中國的話,看我們中國的氣 所以,那全部都是中國這套了 到今天為止,人家想說自己是中國人 還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那個還要七參 連你祖先都換了 那時候,過去中國人幫你換了 我跟你說,你的身份不改啦 你英文是有比簽名帳,人家幫你算 幫你算 好,啊,現在越說越多了 我請問,簽名帳來的人可以簽你簽多久? 通常啦 簽名帳來的人,有時間那麼多 說不能簽100年還是200年,有那麼多 國際法人沒有規定 我說沒有 我會跟你簽 當然也是越久越好啊 對不對? 我欺負很多人跟你收台 打敗大日本帝國之後 我當然也簽越久越好,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說 沒有規定說佔領可以佔領多久 更何況 除非是另外一個勢力進來 否則你永遠被人家佔領 你知道嗎? 你賤書啊 所以賤書的人很可能對不對? 雖然人能敵對不對? 對 但是我告訴你 比簽名這麼多 比簽名這麼多的權利 那叫做人管 你把我簽名 所以國際法上面說 我們初級班學兩件事情就好了 你把我簽名不移轉主權 占領不移轉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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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還有什麼? 我們上過課了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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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聽到放在心裡面就好了 不可能馬上知道 但是初級班就慢慢聽 現在來了 你是去用簽名的人 雖然靈敵 但是你有你的權利 我剛才說 就是你不能改我的機嫌 你跟簽名 你不能叫我去買武器 你跟簽名 你不能叫我去做兵 你跟簽名 你不能改我們國家的本來的制度 譬如說 你現在跟市長總統 三權分立 胡說八道 你這麼不可以改變當地的 這算是主權一部分 我們本來是有六個州 有第一書 那日本時代就是建立好的 那就是本來的主權 不會因為你美國人派中國人跟你簽名 就換成中國人的系統和制度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要求的中國人來到台灣 每一個違反戰爭法的事情 都做得到 包括台灣人去做兵 起因都來自於哪裡 你變成中國人去了 你去拿他的身份證 你拿他的護照 你就自己說 你要去做兵 你就不去抗議了 是不是 你順利又連孩子 又送他去 收大教育 三台 四台 都叫中國人 收編了 包括我們現在的蔡英文 做總統之後也是一樣 叫做Chinese Taipei 什麼意思 台北 這裡面有一個說到台灣 沒有 主頭要是中國人 他也不用跟你說一宗政策 你一用他的名字就是中國人 你就要按照他的方法走 你就是中國人 好 再來 好 再來 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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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這種意思屬於什麼 我要帶一個新的名字叫做 部落戰爭 Tribal Warfare 部落的戰爭 現在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被人家佔領的話 你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利 你要了解什麼 佔領者要什麼 對不對 也要知道自己要什麼 你首先就要知道 贊娘才會給你贊事 要愛什麼東西 他要愛的都給他 你再有辦法保護自己要愛的東西 在他的恩典底下存活下來 對不對 贊娘才通常要愛什麼 土地 主管 人民 贊娘 管理 對嗎 對嗎 他跟你講 他一直都要怎麼愛 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是贊娘才來講 譬如說我買一間公司 我很好去 買一間公司 叫我自己買 大國我自己去管 是不是很累 所以我請了一個經理 讓我管 是不是 我請一個專業經理人 幫我管公司 你幫我負責賺錢 那就好 你聽我講 我知道 你很快 你聽我慢慢講 現在 這個問題就是贊娘才 公司應有餘的 應外都擁有下去 現在消一步 我問你一個 現在這間公司 請一個經理來 如果這些經理做得很好 每次都要貪賺錢 我是不是讓他永遠管下去 是不是 你敢不敢跟他管走 不會啊 我叫你 如果你們兒子也離開 也請你們兒子來做 對不對 因為你會賺錢 會賺錢 但是我當時會叫你走 就剛才 學生說的 如果給我討價錢 賺10塊給我補8塊 還是補2塊 8塊都給我吃去 當然我要叫你走路 叫你背 我叫你走路 對不對 還有什麼 你欺負我的工人 辛勞 你給我欺負我 人家想說 是我叫你去欺負的 你打敗我的名字 對不對 所以我會做什麼事情 叫你滾蛋 我要你來照顧我的用人 員工 還有一點 如果這個 他沒有時間 要來錢 還欺負員工 還順利 想要來公司吃起來 那還給他壞蛋 對不對 我馬上就叫你走路 我跟你說 現在我講的故事 就好像是美國人 只要不領大日本 帝國的台灣 叫一個專業技能 其實這個很澳大 叫中國流氓政府來這裡管台灣人 要管多久 如果管好 可以管下去 但是現在三個都做到 大三個 欺負台灣人 不按照 憲政法 欺負台灣人 叫我們台灣人去做兵 發我們台灣人身份證 護照 對不對 叫我們去買武器 用台灣人賺的錢 該我們的議員 讓我們錯亂 我們的祖先是誰人 叫我們去認中國人 做我們的老爺 外套了 每一行 拍的事情做到 沒辦法 求我們之後 騙美國人 還有什麼 他想要把台灣吃起來 叫做就地合法 現在成文政府在做的 林權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那就是要把台灣吃起來 所有的 現在要把中華民國就地合法 那就是你人會做的事情 你人會做的 要讓中華民國就地合法化 是不是 我剛才說 你這樣佔領不宜轉主權 讓你吃不行 但是主管不會併做你的 台灣這塊土地 從來沒有過 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不是你的領土 你憑什麼發身份證 不是你的領土 憑什麼在台灣成立國防部 還對台灣人爭兵 可惡啊 最後就是這樣 這三人做到 這 當屬領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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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離開 滾蛋 現在就是事情已經發生了 事情已經發生了 這個案子又提到 他們的VIP Club裡面 碰 蓋章 蓋章什麼 認證台灣人的政府 按照戰爭法解決台灣的問題 就是戰略上不再模糊 從此以後清清楚楚 你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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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說 這下去 我昨天說 每個禮拜 都有新的消息發生 報到台灣人 只會 那個 強度只會 越來越來越強而已 你們只要每天聽好消息 我以前說嘛 台灣人去年大遊行的時候都說 台灣人坐那裡 泡茶 騙腳 連嘴酒 待會兒來幫你試鏡 就是這樣 現在來了 現在問題是什麼 台灣人來鬧 我們在這裡說那麼多 會怎麼這樣 人還沒那麼多 你們腦袋都完蛋了 台灣人就不會進來 聽不懂 所以我現在就要改 這堂課的目的就是教台灣人 什麼叫做台灣人的歷史 所有人在那一開始幾萬年前 都是以什麼形式出現 部落 什麼叫部落 就是不同的家庭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或是競座的地方 或是水圓 住道頂 那叫做部落 英文叫做tribe 這部落 修圖到會怎樣 部落跟部落 不一樣部落修圖 這很不一定 這其中一個選項 另外一個選項是什麼 比較大 我們說條件 我們比較大的 隔壁 那些更大小的 我們就怕他 就不用怕他 所以他們的部落之間會互相結盟 越大 越大越大 越大越大 直到一個庭圖 比什麼 王國 kindom會跑出來 過去人類的歷史 就有不同的王國 像歐洲 普魯士有普魯士王國 不同的王國 後來變成德裏治共和國 不同國家的合作會 在日本以前 發生不同的私利 天皇統一起來 中國也有幾個國 世界各地都是這樣的 後來變王國 我看我多大一點 變成Unitic 像大英帝國一樣 全世界都能吃得到 有聯合國 United States 某種程度也是不同的國 當你變成那麼大的時候 就沒有人敢欺負你了 就有遊戲規則來規範不同國家之間的關係 再來 這就叫部落戰爭 我們一直要知道這個部落戰爭 那時候在講 這樣 燒肚子有燒抬一頓 萬一燒抬一頓是怎麼個抬法 都給你抬了 乾淨溜溜 一個不留 男的女的老的哨子全部殺光 我過去這樣說 有人說大山老師你講得太過頭了 現在哪有那件事都幾世紀了 我告訴你 現在就像這件事 敘利亞是不是 伊拉克是不是 就是這種撒謊 整個給你塗層 整個石子給你滅掉 一個都沒有給你塗 那就是中東 那就是現在的人類還在做的一樣的事情 塗層 表面上大家不要說這句話 但是本質上就是 那種原子彈一次三十萬人 有些人 無差別的殺掉 最近歐巴馬不是跑到日本 對不對 去掀花 但是他不會道歉 為什麼 戰爭嘛 你怎麼打也不打 他只是說 以後我們不要再用原子彈戰戰 第一次人類的國家裡面 接受兩顆原子彈就在日本了 沒有其他國家吃得下這兩顆原子彈 撞在你們國家裡面 當然 大日本帝國吃兩顆 來 這是部落戰爭 那時候 我們現在故意這樣不對 人家都帶了 發生什麼事情 土地變大 人家被救了 這是怎麼通敵 所以學乖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什麼做法 把你們 更猶豫更用的男子 帶了 像老子不孺 你還要做什麼 做努力嘛 給你做事情嘛 每天就幹嘛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買通通 香港 我們隔壁就是一個城市 就是香港 就是這樣 香港過去 中國輸給英國 就這個 香港掛給你 英國人聰明 來後 幫你創建制度 讓香港經濟繁榮 每天你煩惱這就好了 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買通通 那種叫做無頭的人 你本來你效忠你的國家 現在頭上砸起來了 這個人只有功能 功能上OK的 他不會去想想 跟功能 這個人 沒頭的人 我會叫無頭的人 這個人 我給了一個名字 叫做資源回收人 你有看到自己嗎 資源回收人是我Coin Coin就製造一個新的Terminology 新的名字 造成 這麼一個資源回收 我不是叫叫叫叫叫的人 是說 人好像垃圾一樣 本來要用本條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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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那種是資源回收人 你我都是資源回收人 但是我沒有給你做這種人 過去部落戰爭的時候 征服對方都會做什麼手段 三行 宗教語言姓氏 改你的宗教 改你的技研 改你的生 所以你現在台灣人拿的生都不是你的 你說生旗 但那都是中國人送給你的 因為為什麼我們的祖先 都是編無所和高山做的後代 那時候我們的姓氏 不是長這樣子的 那是中國來的 你為了要跟他做生理 你去認同 認同他的文化 所以你只要有錢 然後談 就是這樣 把你寫進去 你就認中國人做老闆 就是這樣 要知道嗎 姓氏 你也不能說台語就是台灣人的議員 那也不是 那中國人本來是中國來的議員 跟你南來跟當地的 我們葛馬來 不管什麼族的議員 南作的 有這個有那個都南作的 有什麼都不一樣 但是本質上還是中國人的議員 對不對 還有什麼 宗教 叫你去拜中國生 你現在拜都沒有中國生 待會兒是本土生的 沒有 是不是 我宗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是統治者用的手段 過去中國不可以跟台灣人打 因為你打不贏中國 他直接戰爭完的三個手段 直接就開始使用了 就開始用在台灣人身上 一直到今天為止 所以你的歷史觀啊什麼觀 我們都能生得很貼得 連反抗的機會 能力都沒有 簡單的一張圖 給台灣過去的歷史 說清楚給你們聽 給你們知道 四萬年級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地方了 FORMOSA來到這個地方 經過中間有個大都王國 直到四萬年很久 走那麼久之後 直到最近的十七十六十五四十七 日本人 西班牙人 波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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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帝國 來跟我們殖民 什麼叫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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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殖民 這名叫Predator 叫做掠奪者 這怎麼證明 過去 大清號稱也懂 統治台灣一順 美國的軍艦來到 冰東的外海 擱淺 上面的水手 放棄民 逃生 好不容易 收到岸上 在上居民 都給我們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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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殺光以後 美國抗議了 所以派大使 走那個北京 他們說 你們把我們殖民 都給我們殖民 大清帝國說什麼 你說什麼 說什麼 說那些人不是我們管 叫化外之民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意思是說 那一定不是我們人 你要怎麼 台要怎麼修理 那是你的事情 所以第一次 我們台灣人 跟美國簽了合約 是我們的高砂族 跟美國簽訂 和平條約 外的家庭 又不是中國 所以你不能說 中國人統治台灣 不是 整大堆都不是統治 那叫化外之民 他好像在台灣的一部分 小小的地方 當作拓殖地而已 直到什麼時候 這些 所謂的 掠奪者 Predator 殖民者 他們之間會打架 對不對 我佔這台 佔這台 佛蘭人 中國人 中國人比較近 那時候沒有中國 大清帝國的來 打得近 比較好打 最後誰贏 大日本帝國 因為1989年 中日甲午戰爭打起來 對不對 大清輸掉了 所以怎麼辦 掛入台灣 澎湖和遼東半島 給誰 好像 日本喔 錯誤了 零分 那怎麼辦 因為你看條約 大清帝國 不是國家跟國家 是天皇跟天皇 大清帝國 因為你看條約裡面 大清帝國皇帝 為了尋求和平 因為戰敗 所以我就割讓台灣 澎湖和遼東半島 給大日本帝國皇帝 所以是皇帝在擁有土地 那時候過去都是皇帝 政極國家 天下就是我的 還有什麼國家 你說日本我們就不對 因為日本跟過去大日本帝國 天皇又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問你真的 日本天皇還有護照 沒有護照 為什麼 因為規矩本來都是他的 他就是他的 他為什麼要護照 護照是你有國家 效忠國家你要有護照 日本天皇不用 大英帝國那個女皇也不用 要知道嗎 很清楚 這個小姐姐很厲害 都聽我說的 吉他都跟我 頭這次 你過去是不是最多苦 不然你怎麼都知道 沒有 這樣通話很清楚 來 大日本 後來 日本拿到台灣那時候 發覺一件事情 奇怪 你大清掛台灣 結果右半邊都不是你在掛的 我們台灣右半邊 那個高砂族在那裡 那時候大清也沒有在那裡爬 那時候是殖民地 所以日本 剛才有這個情況 問美國人說 這是怎麼 大清 他賣家 有連隔壁 家也要掛來 掛給我 不對嘛 那是人家的土地 對不對 那日本人講 那時候高砂族 翻空 那日本人也覺得奇怪 原來那個本來 本來他大 所以美國人就問美國人 為什麼問美國人 你知道嗎 因為美國現在講的地方 以前是誰大 印地人在大 當時怎麼變成美國人 一定要有一種說法 當你佔一個土地 你一定要有一個說法 才能成立這個國家 什麼樣的說法 他說 這些人都是部落的形式 Trible 部落 沒有主權的觀念 那時候的世界各國 已經有主管 Sovity的觀念 但是這個落後的地方 又是部落 唯一對付的方法是什麼 把他征服 那個叫做Conquer 就是把你 建築 讓你乖乖的 臣服在他下面 所以日本人花了十年的時間 為什麼要來十年 他打大清帝國 不到一年就打下來 為什麼跟我們的高家族打十年 是高家族要用嗎 不是啦 拜這個人也是一貫的 也是他的主民 所以那種打法 不是要把你來強的 所以他一開始先 派他的貴族 想辦法跟你通婚 所以我們很多高家族 裡面的血統 有日本貴族的血統 剛才要跟你通婚 你如果沒有通婚 我就跟你打 因為你不願意順服 只好打 所以十年的時間 把右邊邊征服下來 從此以後 第一次台灣人有主管 台灣界土地有主管 是在日本的秋頭建立的 就這麼一次 從此以後 台灣人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你的保護 好像結婚一樣 你現在已經有紅 過期你不是嘛 隨便人吞嘴 隨便人吞嘴 但是現在我會有結婚 我有丈夫 天皇要保護我 就是這個意思 你從此以後是已婚的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台灣人的身份 頭一次有主權 頭一次有國籍 就是這樣 這個國籍不會被剝奪掉 因為國籍是我們本地的 沒有任何人 人和國的憲章 你沒有任何人可以 任何人可以剝奪你的國籍 日本人的規定 你如果老白老部 日本人生出來 當然也有日本人 哪會變成中華民國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吧 現在很清楚了 所以從此以後 大日本的國籍建立這個 但是你現在 台灣人會說 我就是日本人 為什麼現在中國人在管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就是這個要求的 美國人自己贈贏 他自己沒有管 結果叫這個 中國人過期跟你招待的女婦 再自己一次 再一次 就是這樣 我們透過法律 叫他離開 不可以做這件事 離開 但是我們裡面有一個人 不怕 高興 居然愛上這個 跟你招待的女婦 那叫做餘虐 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餘虐 就是過期中國人跟你招待 騙的那頂 真的有人 所以那頂 民進黨 台人 國民黨 裡面的本土牌 那都是台灣人 裡面去洗腦的結果 所以他說 台灣人的歷史 是幾年 四八年歷史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真的會說 台灣四八年 怎麼會說四八年 台灣人有四萬年 一定要說四八年 他說有文字記載 還好久 什麼文字 中文記載 葡萄牙文 西班牙記載怎麼不算 對不對 所以他把你圈在中文的世界裡面 就四百年 開始有中文記載四百年 四百年以前都不是 這土地上都沒有人了嗎 笑死人了 所以他不是 我們的歷史必須 我等一下再說一下 清楚 所以台灣人 你要搞清楚 你到底是誰啊 你的ID要搞清楚 我跟你說 現在你們來 你們是有福的人 你們知道自己什麼人 什麼人 大日本帝國 我愛說 你已經結婚了 不管誰打敗你 你的身分都不會改變 對吧 所以 你是誰 很多台灣人要說 我就是台灣人 你告訴我那個有的嗎 我告訴你錯了 台灣人 但是你國籍是什麼 我知道你 我沒有挑戰說你不是台灣人 但是你的Nationality 那不一樣的事情 你是什麼人是一回事 但是你是哪一國人 對吧 你現在問你國籍 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官 他沒有國籍 所以你要問你的國籍是什麼 你根據什麼 就要透過法律 來決定你的國籍 你的法律跟什麼有關 你過去當時開始有國籍 你不會出生就沒有國籍 知道嗎 你的國籍是已經有的 你的國籍是已經有的 不會說沒有國籍 你可以說被選擇 你的國籍還是不曉得 或怎麼樣都可以 但是就是有國籍 我跟你講 連犯罪的人在死刑的時候 你也不可以剝奪他的國籍 你台狼西死刑犯 你還是這個國家的人 他不會拿走你的國籍 你知道嗎 國籍是不會剝奪 你死人在什麼 十二不赦 你不是說伊拉克中間 海山死的時候還是伊拉克人 沒有剝奪掉 台灣人在什麼國籍 就是根據萬國公法 根據戰爭法 我們的國籍 還是大日本帝國 我剛才說 永遠的國籍 已經抓到了 你是已婚就是已婚了 至於你剛才說 你台灣人沒有做血統來決定 你上面老的血 再來 group identity 你現在要燒台 你要人帶一遍 為台灣人搬去那邊去 走中國人那邊 你還要打美國跟日本 那就是台灣人搞不清楚 人不對老爺 台灣人不要為了一口收飯 請飯給你們做工做媽 都出賣去 就是台灣人 所以 我們的真正的血統 叫做FOMOSAN 我們的國籍是 台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我們的 要燒台 你要屬於哪一邊 TPP架 在哪裡 美日安保底下 騎到屏 說到那裡 我為什麼要說這段 因為台灣人都 叫 國人洗腦 洗到一個庭 就說 祖先從哪裡來 我現在就是 用這個科學證明來講 所以你看台灣民進 我們跟他說什麼 什麼事情 國學的禁骨 科學證據 歷史上的文件 Document 還有邏輯的推理 就這麼簡單 沒有跟你塑造情感 沒有跟你說 大家來衝啊 都不用 頭腦要清楚 有判斷力 是非分明 就好了 來 這個是國家地理頻道上面 你知道你傳宗 在人世之後 什麼事情 不不不 不要講 人結婚之後 如果要生的兒子 你哪裡生出來 你跟你太太生出來的小孩子 不是像你 就是像你先生 或者像你太太 要不然像你先生那家的人 或像你太太那邊的人 不會像隔壁的鄰居 那就很奇怪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我們的染色體會複製 你爸爸分給一半 媽媽給一半 小孩子就去染 對不對 這兩行去染 所以你要像爸爸 像媽媽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財產很多 要分財產的時候 出什麼問題 要怎樣 染火 我說你爸爸頭 我是你爸爸頭生 我也要來分 你親切公公的 對不對 我說我以前有路冠有紀錄 這兩個人有 上過Motel 那沒有尊勝 對不對 染火 染DNA 所以現在就是 根據這個 但是現在不可以再抽火 現在只要用棉花棒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 不到一兩天 所有的基因排序 幾千萬對 上億對就跑出來了 我跟你講 人在複製染色體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 突變 就是說沒有一次 每次duplicate的過程當中 都是對的 所以你腦稍微的突變基因的話 所有從你這邊生素的後代 都帶有同樣的突變基因 所以這變成一個記號 一個sign 你怎麼認識這個人 是不是你的生素的人 就看你血抽出來之後 是不是同樣那個 第幾個排序的基因變化 所以 過得這二頻 把全世界的人 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都拿出來 它抽樣的樣本空間多少 現在80萬個 我跟你說 抽樣台灣不用幾百個 把台灣都弄出來了 它有80萬個 全世界喔 現在還持續在增加 你可以上網 交個一千塊美金 它幫你抽血 幫你驗 結果它全世界的千禧圖 英文叫做 Human Migration Map 就是人類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你看這圖有 有線 有藍線有黃線 你看看 有箭頭 箭頭是最尾巴到那裡 你看 箭頭 對哪裡來 你就這樣追回去 最尾巴到南美洲 這裡南美洲 這裡北美洲 你就倒退倒退 走到 拉斯卡 走到整個歐亞大陸的北部 對頭還不會想 這對 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 從同一個地方出來 這裡是哪裡 非洲 你知道嗎 你要看地圖嗎 這裡是非洲 六萬年前 所有人類對這裡出來 六萬年前 當然有人類 為什麼跑出來 我不知道 這不是今天要上課內容 我只要告訴你說 台灣人對都要來 他人從這邊 六萬年前 你就用想像力 六萬年前 不知道什麼事情發生 我們的祖先 六萬年級的祖先 帶我帶兒子 開始流浪 來到一個地方 這地方 有一部人看起來 覺得很漂亮 就住下來 他叫做南夜門 OK 不高興的繼續走 就走到另外地方 覺得也不錯 也留下來 叫做印度 OK 後來這群人 就變成印度人的祖先 有的人不喜歡 再繼續走 來馬來半島 爪哇 印尼 再不爽 再走 來到哪裡 你看 來印尼 再來到哪裡 我們台灣 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來到台灣 覺得佛摩塔很漂亮 那時候還沒叫佛摩塔 一個無人島很漂亮 就住下來了 OK 住下來之後 搞不好那時候還不是島 我告訴你 住下來以後 有些人不願意再繼續找 那時候 其實 可以用走路就走到台灣 不然人不在地走到這裡 那時候 海水沒那麼高 其實說到這個 先讓你們看這個島 可以支持一下 看到嗎 淺藍的地方跟深藍 深藍以前的海比較輕 淺藍 所以你到淺藍的地方去找 還可以找到死前遺跡 你看看 那時候人只有走路 可以飛車走到 可以走 走路就可以了 其實不遠 來 那我們回去 來到台灣 台灣 如果不喜歡的人 繼續走 走到去哪裡 你看看 來到日本 日本還有什麼 好險半島北 並都韓國人 那邊 最後 來西藏 新疆西藏 最後停下來 至於這個所謂的中原地區 有多少人 你看 有歐洲 離海 黑海來的 從蒙古下來的 從這個中亞來的 由印度上來 過十種的人 兩萬年前 來到這個地方 生涎 燒台 所以中國 很多人 所以這些人是十種 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 不是 是啊 兩萬 我剛才說部落戰爭 大部落會打掉 小的部落會殺掉 再重新再混 十幾種人 十幾種人 在這裡 兩萬年 不是雜種是什麼 那時候韓國人知道了 很高興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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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那叫做 血液研究 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就是對韓國去的 但是韓國人對哪裡去 日本去的 那 日本人對哪裡去 我們台灣去的 要知道嗎 要看 這是科學研究 所以 我們的祖先 中國人就被我們拜 不是我們去拜中國人 不要搞錯了 他們的祖先 有一部分 對台灣人去 是不是 是不是 科學證據嘛 對不對 聖宗最遠 要追到哪裡 中國人聖宗最遠 要追到台灣來 台灣人對哪裡去 印尼馬來的 半導者 還追到印度 還追到飛鳥 我們沒有在那裡 說 台灣這個島上 為什麼比較 我們相對比較純 因為這個島上 幾萬年 沒有跟外面的人接觸 你只能在那些島 裡面在你生什麼 是不是 那時 直到十六四七四七 才是開始 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人 跟你探索 跟你做行李 沒那麼多人 真正的大量人 跑進來 是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帶一百幾萬人 來台灣 那是最大一次的遷徙 禁情都沒有 所以我們相對是純的人 對不對 有這個DNA 所以我們是 174的後代 很清楚 那時我就會說 中國人真的會把我們求 說台灣人都雜種 我說你們中國人才是雜種 要不然你告訴我 什麼是中華民國的血 定義出來給我看 以前有一個叫做連戰 說是純種中國人 笑死人了 沒有純種中國人 全部是雜種 不然你定義 你科學說這種人 叫做中國人的血 他講不出來 為什麼 我問說 中國有哪幾株 漢滿門血 藏苗藏在那裡 四十六種 官方是四十幾種人 四十幾種人 你告訴我 這叫中國人 笑死人 不可能 他也知道離開 最後那個中國人說 好來好來 不要說這個 我們都是華人 有嗎 他說我們華人 我請問你 什麼叫做華人 什麼叫華人 我請問你 什麼叫華人 說華義也叫華人 對不對 是不是 講華語叫華人 對不對 你有沒有不同意 沒有 講華語叫華人 所以講英文的 英人 對不對 對 就好 對 他就胡說八道 什麼叫做 講英文 新加坡也講英文 不要說中國 沒有中國 沒有中國 來中國 有中華人民 說過 你說中國 這包括什麼 中華 包括 這都是中國 歐亞大陸 沒有大陸這個地方 歐亞大陸 國家很多 你就是中國 沒有 他幫你洗腦 所以我現在來上課 就是講華清楚這件事 我們講得很清楚 來上課 要來上課 對對對 現在有科學證據幫你 support 那我們很清楚 所以你不能用語言 來定義一種人種 不可以用技能 你說什麼話 所以 根本沒有客人 沒有客人 你說客話 你就客人 來驗會 對不對 你就拿不出來 就拿不出來客人的婚 所以沒有客人 你知道嗎 你也拿不出來 什麼 專家 中家 你拿不出來 法理上 你是一本人 法理 因為他跟台灣 譬如說 建立主權料 那就是國籍 日本地方 很多人 愛奴族 北海道 貨街道的人 也是一本人 是怎麼變成一本人 那就是透過國際法 獲得的土地 好 這樣說了 所以 這個計畫主持人 叫Dr. Spencer 講得很有名的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寫的 我們的血 DNA 不知道用人去編故事 寫出來的 所以不知道用騙的 用騙不好 寫歷史 扣本叫你去編也沒效 把你扣字也沒效 因為是編出來 為了統治你方便 最偉大歷史記載 在我們的DNA裡面 這樣知道嗎 很清楚了 這時間點 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我這時間講得差不多 我直接跳 我這給你證明就是 你去考古 考古 考古 這四萬年前六萬年前 人類歷史的考古的資料 都拿出來 給你證明台灣這所在多久 有 再來 你有看過這款超人 你有看過超人電影嗎 Superman 都有看過 Superman 你不要看過這款 沒頭的 沒有看過 電影那麼多 看那麼多也從來沒有 只有我在這邊有 我把他抓來給你看 什麼叫做無頭超人 就是功能很強大 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人啊 你功能強大 就有很多事情 你沒有效忠任何人 我剛才說沒有頭的人 我跟你說 你們在座各位 有沒有超過一千人公司的老闆坐一家 一千個員工的公司的老闆坐一家 你那裡有什麼人是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我上面有一個台商 騎手 他說我這個公司超過兩千人 我真厲害 不過 他說這樣怎麼不夠 他說你來做民進府官員 老敗你要管四十萬 六十萬人 那你兩千人算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要選四千人來管你台灣 兩千四百萬人 一個人分平均六十萬 那你怎麼管 你過去就連人家就管不好 你要管百人 那你會覺得自卑嗎 會不會 會煩惱嗎 會怕嗎 叫你去管你會怕嗎 會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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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馬也不要管給三億人 對不對 美國總統歐巴馬也有管給三億人 過去 做總統進行也有管給三億人 不會 所以是什麼 制度讓你管人 這都啦 你給他製的就好了 但是你要做這個 今天是我最困難 聽我說就好 今天這個就是要把你們搞 怎麼管人 你要管人 第一步就要把人類分 不能染住 什麼管的 多光的 聰明的 漂亮的 都染在那裡灌 就完蛋了 你就要分類 我這個簡單的桌子給你打 分作三種 一個有頭的 一個沒有頭的 一個什麼 跟精神一樣 四肢膠的 現在說人 我沒有在講出生 我說好像出生一樣生活的人 我先說話比較這個,過去在高雄晚上,年輕人不睡, 騎肚子外出,飆車,拿無所謂黑白亂打, 警察抓起來說,年輕人在做什麼事? 晚上沒睡,黑白跟人上海,搞什麼東西? 你知道年輕人怎麼說? 這裡吊人家,送。 你聽到這種話太久了,你跟台人,你送什麼? 這是人話嗎? 這算是人說話嗎? 不是,這是精神說話嗎? 因為他是畜生嘛。 這種人就像動物一樣, 如果是劣食,你知道動物是什麼嗎? 肚子如果腰就會收起, 如果吃肉就會睡,那就是動物嘛。 動物就是NH,就是本性, 本性如果腰就去劣食,就去唱,跟人上海, 對不對? 你如果看水頭就消豬又要送,對不對? 那就是動物嘛。 你把它打,它就乖嘛。 所以用食物來控制動物嘛。 你可以用食物控制什麼? 獅子嘛。 我管你外壞,我食物給你控制, 乖乖乖乖,叫跳火圈你就跳火圈。 叫你有水裡面這樣跳出來你就跳出來, 大象也能夠表演玩氣球,對不對? 那就是用食物去控制這個巨大的力量嘛。 那就是動物啦。 但是你不要小看就像動物一樣的狼。 我現在說狼,好像動物喔。 它也可能很好走喔。 它可能每天在拍著, 連勃基尼的拋車喔。 座子是地堡喔。 有私人飛機飛來飛去喔, 但是不要收水油給你喝。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的人嗎? 那些人為了要賺錢, 無關別人的食物。 所以現在台灣吃到的這些 有問題的食物, 都是這一群像動物一樣的人做食物給你吃,對吧? 對不對? 他們的食尚跟動物一樣嘛。 我要吃吃吃吃吃吃, 那就是那些人嘛。 我現在就說, 但是我告訴你, 你不要小看, 社會裡面占百分之四十都這些人。 越落後的國家, 越來越多家青, 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家青, 街頭向來看這個人就是這樣。 所以所有的廣告, 商業都在引動這些動物一樣的人去做事情。 再來, 比較高的一家的。 好像人, 他的行為都很像人, 只是欠了一根頭而已。 但是他就比較高級。 他不會去做那些亂出做的事情。 他也顧慮到社會的制度, 遊戲規則, 也遵守。 可能是什麼, 諾貝爾獎得主。 也可能是, 可能是市長, 可能是IQ157的, 做我們市長, 業客某專家。 但是他沒頭。 他如果有頭, 他不會去效忠中華民國, 對不對? 他就是沒頭的人嘛。 那些人, 所謂的對錯是非的觀念是什麼? 都好啦, 端看當時的情況而定。 現在生命就是這樣, 我們就這樣走就好。 那就是那些人, 沒頭的人。 那什麼叫有頭的人? 我告訴你, 熱身療養的願, 有聽到嗎? 剛才有泰國人。 但是, 白人很高, 很老, 很遠道, 帶他們很漂亮, 來到台灣, 從年輕的時候, 做到老, 每一天, 泰國人換油了。 台灣人都不會健碩的, 換油了。 台灣人看得很感心, 寫了一個錢票, 10萬塊, 15萬塊, 駕付給他。 駕駛到傳教師, 還給他送出去。 那你就想說, 怎麼那麼奇怪, 對嗎? 我送你錢, 要給你表示 appreciation, 你還這樣, 那是什麼? 表示什麼? 這人, 他是有效忠對象, 他效忠誰? 效忠誰? 傳教師嘛, 效忠他的上帝嘛, 他上帝叫他來, 他就來嘛, 所以他一生活的目的, 是他取悅他的上帝, 他的主子, 就是他的上帝, 為他活的目的嘛, 對吧? 那你給他錢比較大, 無效嘛, 對吧? 所以這人人, 他的標準是真善美, 他去效忠, 他的兄弟如果無尊他來, 他也不敢來台灣, 叫他去飛機就死懷者, 叫他去印度, 印度就變得了一三少女, 你知道嗎? 他這整死人要, 為了要給你一件事, 要給他的兄弟, 開心, 這樣而已, 所以你給他錢, 無效, 你知道嗎? 你這下下的人, 整死人就是為了錢, 你知道嗎? 這下下的人為什麼? 為了吃的, 所以這人看見你去學鋼琴, 跳舞, 他說, 做那個要做什麼? 不然做飯堂吃, 有聽到嗎? 你去畫畫畫要做什麼? 不然做飯堂吃, 對不對? 你有聽到人這樣說嗎? 那個要做什麼? 對, 那人就是像動物一樣, 為什麼? 說這種要不要再說, 為什麼? 因為他評估一個事情的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換食物來吃的, 你去學畫畫又不能換錢, 對不對? 還不賺錢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關動物的話不要再講了, 這是無頭的人, 無頭的人什麼都用錢來評估, 但是如果你說真一幅畫一千萬, 這樣一定是好的, 知道嗎? 因為他不像上面的人, 有絕對看得懂, 叫真善美。 我問你一件事, 你們今天來這邊上課, 是想透過上我的改變的, 請舉手, 有嗎? 因為你希望今天, 頭過今天的上課, 你這個人得到改變, 有嗎? 有嗎? 我給他唱, 你都不是嗎? 好,謝謝, 請放下, 我跟你講, 不對, 這句話錯了, 他說, 大三老師, 你怎麼說我還不對? 你不用擔心嗎? 不用跟我建設嗎? 我要跟你講理由, 為什麼? 你都有結婚了, 也有母子, 可能也有孫, 請問, 你結婚這麼久, 可以改變你的丈夫嗎? 妻子、配偶, 還是你爸爸媽媽, 你有辦法改嗎? 沒辦法改嗎? 你自己擔心, 沒辦法改他, 你騙什麼, 想大三老師的口, 上了兩個小時, 你有改變? 對吧? 你應該問, 那我來上課幹什麼? 我如果不能被改變, 我來上課幹什麼? 對吧? 我跟你講答案, 標示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你本地就是對事情的是非對錯, 要創造成本的人, 很認真, 你對事情的是非善惡, 很認真, 就是你在那外面的社會看不對, 國民都跟我說這筒, 怎麼到外面事實不符, 怎麼到外面的事實不符, 所以你才來到民進府, 我告訴你, 聽我的口,聽到津津有味, 很傻味入山的人, 標示什麼? 你就是對是非善惡很清楚的, 對吧? 你本地以前在那不好的土壤, 謊言, 賣賣, 在那裡賺錢, 你賺錢嘛, 對吧? 你聽國民都跟你騙那裡賺錢, 你賺錢嘛, 但是你來給民進府, 我給你正確知識, 跟道理, 跟法律的時候, 你在好的土壤, 你突然就撐起來了, 對吧? 就撐起來了, 你過期就撐起來, 迷迷糊糊嘛, 但是來這裡, 你會不會覺得你還要賣, 所以我那時候說, 以前秘書長都叫你, 初期班來上課之前, 先自拍, 上完以後再拍一下, 你會覺得你的髮型就撐起來了, 為什麼? 來到這邊, 好的土壤, 你就馬上茁壯, 長大, 變成大樹, 對吧? 所以我說的, 真理是對的事情, 讓你撐起來, 你本地是這種人, 所以我的口是在做什麼? 泰郎啊, 不是這個泰郎啊, 是泰啊, 泰美, 你知道嗎? 美比較大了, 比較小了, 外面就撐下去, 好,就人人可以撐起來, 就當做我們的政府官員, 所以你聽過我的課之後, 你就分類了, 你就被分類了, 你就被分類了, 你就漸漸上我們的高級班, 在以後再有特殊的訓練, 就是這樣了, 我們會希望, 台灣人裡面, 聽不到的, 你們都沒用, 來來來, 那些人我賣, 那裡以後, 我們會有考試, 各種篩選的方式, 把不適合, 不適任的台灣人, 剔除掉, 人的好的, 我們就撐起來, 不再, 再我就帶台灣人走出來, 對吧? 好,接下去, 我們現在沒有時間說這個, 我直接說這個, 這個度看有的人請拿手? 沒有, 看沒有, 看沒有, 那這個呢, 看沒有的請拿手? 看有看沒有, 你看沒有, 看沒有, 看沒有很簡單, 看沒有, 我問看沒有的人, 請問他畫的是, 封肌大, 是不是? 他在畫封肌, 是不是? 要去封肌, 不是嘛, 對, 他在畫的, 人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標示, 你看有嘛, 你多少會看到人的眼睛, 對不對? 你看有嘛, 對, 請問裡面有幾個人? 有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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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三、四、五, 五個人嗎? 四、五個人, 但是不是五個人嗎? 沒有, 那裡有的女人嗎? 有的女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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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你阿公阿嬤阿祖, 老的老母那時候, 畫畫畫畫, 你都看不到, 你的藝術欣賞能力, 退到200年前了, 這叫做皮卡索, 等一下叫什麼? 皮卡索, 對,這叫皮卡索, 對,皮卡索畫, 皮卡索畫, 皮卡索出席在18多少年? 18幾桶年了, 皮卡索, 老早就死了, 這個女人, 那個人, 兩個人的時候, 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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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實際上, 看不到是你的心相, 自己的失業, 也可以死定是200年前! 你看不住, 但是我現在要讓你畫畫畫畫滿。 我兒在畫畫畫畫畫畫, 我兒在畫畫畫畫畫畫就好啦, 那絕對不想畫飛轉地, 這樣使你畫畫畫畫畫畫... 想畫畫畫畫畫畫畫嗎? 你看有嗎? 我告訴你,你看沒有? 我問你,請問這是誰? 這是誰? 你不知道嗎? 看沒有? 這不是中國,抱歉 說不是,你又又又不對 你說你看有,結果看沒有? 這就不是中國 不是中國啊 沒有啦,你不要亂說 我是在教藝術師的人,老師 我現在來講一個簡單的 你看有或看沒有,你看有 我就來問他,他是那個偉士人 你說的出來嗎? 天才 天才 他是誰人? 我告訴他他的名字,這不是天才 這個叫做維納斯 維納斯 你有沒有看到維納斯? 我沒有看到他 沒有啦,維納斯沒有一個人看到 沒有啦,他就是偉士出來 那偉士的人,幾個藝術家 每一個人畫的都不一樣 你知不知道? 沒有啦,沒有啦 我告訴你,你不能跟我爭 請問他在做什麼? 你看,你看,你都不知道 你說你知道,我說他在棒賽 我說他在棒賽 他在棒賽,你知道嗎? 我現在告訴你,你知道嗎? 這個英文叫做The Toilet of Venus 我告訴你,你現在你的立場是不知道要問我嗎? 我藝術史的老師要跟他講 所以我說是權威嘛 你就要面對權威的時候,你就要說我接受嘛 不是跟我爭取嘛,你跟我吵沒結果嘛 對不對? 所以我來直接講答案嘛 台灣人現在就是這樣 不要假的 過去有人很假的 我就是要跟台灣送去聯合國 我們這樣做是怎麼不對 那就是過去的台灣人了 直到台灣民主黨站起來了 我們早上法例 就要去研究了 你如果沒有討論,你去哪裡都怕不通 台灣人想假的假的 別的,別的,別的 但是想說我就是要去農聯合國 結果都農七十年都不出來 以前的台獨組織在美國還有什麼 法袍,很多團體都是台灣人 還特撲輸的 想辦法對台灣人的一條路 要把這個國民黨的一條路 跟國民黨的一條路看出去 都沒效嘛 跟我們台灣民主黨這條路走出來 為什麼? 林志生脖子透過法理嘛 要去研究政經法 他是唸國際法戰爭法的人 照法走一條路 我告訴你這個世界 你如果走到路 一下就通到天堂 你走到路 永遠在地獄裡面 所以那時候你法官判決台灣人 你生活在政治的煉獄裡面 什麼叫做政經是煉獄 你知道什麼叫煉獄嗎? 煉獄是什麼? 你知道嗎? 煉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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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不對 這個不對 你不要講那些名詞 我就要講 這是天主教的名詞 煉獄 叫做Pertigory 煉獄是什麼地方 就是天台上不去 地獄下不去的地方 叫做煉獄 你現在開始來上民進府的口就是這樣 你講什麼事情 你就要先知道 叫Definition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this term? 這個名詞的定義 你過去的沒什麼東西 可以拿來法律上來討論 你的訓練背景 你的英文背景 你的學識背景 都不足以研究這個東西 現在我跟你說 要怎麼樣研究 我也不是 我本隊也不是學法律 我來跑來這裡 就是我乖乖去討台灣 新台灣論 一項一項 study出來 我四年級也沒力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聽到這個 這對 趕快來討論 這不知道 我去問人 那不知道 我去研究 上網去查 我剛才告訴你 我是怎麼走到一步 照樣做老師在那裡打 過去我跟你一樣 這也聽到都沒有 你在說什麼 但是我們怎麼說 我們就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我們很快就學到了 就是說我不知道 你把我打 那就是虛心受教的態度 無關你們幾歲 都一樣 我們現在是說 我們清楚的態度 贏過你 打過幾個報酬都沒有 所以秘書長說 拜 你中華民國會的報酬都沒有尊勝 在這裡打過的人 才是報酬 因為你不要發力 你對於是非對錯 搞清楚了 對不對 這樣就對了 所以我現在就要說這個 我不是要跟你說這個 我是要教你怎麼看 什麼叫做 立體畫派 比加索那時候做的叫做 Cubism 立體畫派 你覺得1911年就已經很 立體畫派 Cubism 立體畫派怎麼看 說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這是麥克風 這是不是麥克風 這樣看也是麥克風 對 這是我 這樣看也是我 這樣看也是我 那一定要這樣看 不一定 所以你看一個東西 不一樣的角度 去角度看一件事 把它放在那裡 就這樣 那叫做立體畫派 這樣知道嗎 清楚了 這樣看 所以批瓜哥 就提出一個新的觀點 來看同一件事情 這是極端的 以前就是一點透視法 就是看問題的時候 不能這樣現 我如果現去那時候 你現去那時候 會模糊掉 對不對 你要固定那個點不要動 一點透視法 這叫多點 這叫很複雜 不一樣的系統 我要跟你講這個 目的就是這 不管你怎麼看 都有一個觀念 叫做Consistency 一致性 我為什麼要教台灣人 什麼叫做Consistency 因為這個很重要 台灣人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Consistency 一致性 你的思想是跳來跳去 亂七八糟 拼貼的 一致性就是 不管任何東西 它只要是法律的東西 它就有一致性 比如說我要講幾句 叫做法則 法則就是放諸宇宙接準的道理 在烏調裡面每一個地方都有什麼 萬有引力 對吧 你只要在地球上 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什麼 地心引力 對吧 所以你如果要躺在地球上 你要寫一個法律 建築法規來說 我一定要尊重地心引力 對吧 你要蓋外觀的房子 用什麼材料 建築的力學系數 再這樣蓋房子 對吧 是不是 你如果要躺在這個世界 就是要遵守法律 自然有自然的法律 你要配合 你如果把這個法律搶奔 是什麼倒楣 人類 人類自己倒楣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複雜的東西 我不會講這個 我們今天是講的國際法 我們在講法律 它有一個基礎 叫做law nature law 自然法 所有的法律 是建築在自然法底下 建構這個law of war 戰爭法 國際法 國公法 所有的法律 是建構在這個基礎 自然法的上面 建不同法律 再從這個法律 建構不同的 constitution 就是憲法 憲法的上方 才是各種民法刑法 這樣放 法律是一個根據的 最基礎 最重要的基礎 就是自然法 那是根據自然法 有不同的法律造出來 你知道嗎 這是規範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這是規範國家裡面的關係 這是國家裡面的一個區塊的事情 你知道嗎 要有這個法律的觀念 我們再說下去 我們法律是怎麼搞 就是告對方 我們的法律 雙方都在告對方不一致的地方 所以我們告贏美國就是這樣 雖然我們誰 雖然哪有證明 但是哪有我們的權利 就是在法律裡面 按照道理跟美國講道理 我們這次法律就說 美國 舊金山合約 那去年我們在遊行就說 舊金山合約跟台灣有關的 只有兩個條約 對嗎 跟台灣這個土地 有關的只有兩個 一個是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台灣掛牛給日本提供 對嗎 另外一個跟台灣有關的條約是什麼 舊金山合平條約 日本放棄台灣的權利 對嗎 日本放棄台灣的權利 對嗎 對嗎 日本放棄台灣的權利 對嗎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但是日本天皇沒有放棄喔 但是日本天皇沒有放棄喔 就表示這個土地 還有日本天皇簽名 還有擁有的 還有擁有的 不是擁有的 但是美國擁有的 所以我們這個整個講法就是 日暑美戰 我們是根據這個在講的 我們就要逼美國承認一件事情 舊金山合約到底還算不算數啊 國際上合約你到底有尊勝嗎 美國當然不能不承認啊 如果不承認台灣都不是他 當然說是 好 你如果是美國 美國你是舊金山合約所講的 台灣界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請問 你覺得屬於遵守戰爭法 他說 哎呀 因為我們憲法裡面有規定啊 你如果是主要佔領全國 我們現在在供領全國 你知道嗎 你就要照規定 你來成立民政府 你知道嗎 照規定你來做這個做那個 你知道嗎 他現在沒有國不中 所以才幫我們台灣人 設立一個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這樣起來 你知道嗎 我們是按照法律 在法院上面跟美國國 國務院的在攻防 講到背後 他講不會贏人啊 因為我們照道理來講啊 講到背後 所以你在法院雙方就在辯論 你承不承認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 伴隨而來你的身份 是有responsibility 就是責任 你有沒有進到 你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的責任 沒有 所以我們幫你照顧 或是相反就改 所以才會有接下去 這一連續的動作 但是一開始 你沒有講那時候 美國人很多 你沒有講出來 他就說動作你不知道 但是你在法院裡面 美國是一個什麼 三權分立的國家 政治上他跟你講 所有的政治都搞模糊 所有的法律都是把事情搞清楚 再講一次 所有的政治動作 都是把事情搞模糊 所有的法律動作 都是把事情釐清 政治為什麼要搞模糊 你才可以上下其手 獲取利益 法律是把你釐清責任 每個人要負責任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法律上 是唯一台灣人 過去台灣人都在說政治台灣 說的都走不走 台灣人要怎樣 台灣人要怎樣 台灣人去用寄附 誰要打你 但是到法庭上面見真章的時候 由不得你 連美國這麼大的國家 也會來遵守這個法律上的規定 你是主要佔領全國 伴隨主要佔領全國 很多對台灣人民的責任 你要fulfill 他就乖乖來做 好在美國是這樣一個 守法的國家 我怎麼中國人給你證明你死了 好價值是美國 三權分立 所以法院判決的結果 司法行政部門就會配合 你知道嗎 而立法行政部門就會配合 所以你看 所以國務院就會幫我們發行什麼 身份證 旅行證件 現在甚至於邀請我們到G7出現 G7要去一連串國際組織 我們也會一步一步的 逐漸就浮上檯面 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好啦 今天時間沒那麼多 我直接 你們跳作 我們過去都欠的部分是什麼 我們欠什麼 我剛才再給你看 你不知道 你要管的四十萬人多少 這裡面才二十萬人 這裡面人 只有二十萬人 你阿伯要管四十萬人 我請問你一下 阿伯你要管那麼多人 請問 你覺得人民最大 你有同意嗎 你有同意嗎 你有同意 你錯了 又錯了 為什麼錯 你都要問我 因為我大三人 為什麼錯 我請問你 政治人物都會說人民最大 對吧 什麼叫做最大 就是他公的尊勝 你們家家公的最大 阿公阿嬤 或是長輩最大 我說的孫威 無關你們說的 還要我做定奪 裁決就是這樣 這財產就是那個 我最多我說的 對不對 你要聽他的 不然你如果不聽他 他不叫最大的 一定有一個最大的 那不是 人民最大 表示你就要聽他的話 是不是 沒有你說的 你剛才說人民最大 就表示你要聽人民的話 你再來再來 你再說一張這句話 胡說八道 這裡面 每一個人意見都不一樣 沒辦法集中 四十萬人 四十萬個不同意見 你們家就好 你們家家家家媳婦 每一個人意見都不一樣 你要聽什麼 你怎麼集中 當票 當票又來了 當票 我跟他說 你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就超過期待 國民黨幫你通通 幫你清脫 什麼叫倒票 人家的多就贏 不管對錯 票數多就贏 這就是倒票 這樣不對 不對 對的事情 四十萬人都錯的 怎麼回事 做不對的事情 我現在就在說這個嘛 所以你就要聽說我為什麼要跟你說 為什麼人民不是最大嘛 人民最大 我跟你說 什麼人最大 議員最大啦 所以選舉 那都是政治語言跟你說 人民最大喔 你放他對不對 票給他 到那裡而已 他最大了 為什麼 真正每次去做決議的時候 提案就是他來講的 對不對 你給我四檔嘛 四檔裡面我最大了 不然這四檔裡面冠錢給我的人最大了 你沒有人要插一名 站在旁邊 我怎麼會聽你的聲音 對吧 所以最後是不同的政治團體 利益團體 比較大 那叫做叢林法則 回到叢林 jungle 叢林法則裡面就是比較用的 比較有錢的 他的聲音叫什麼 對吧 對啊 你如果比較鬆 比較散 去用氣候的 英文就去用氣候 對 這就是人民最大了 說這種威人 就說喉嚨的 對不對 為了要騙你的選票 所以民主制度是什麼 是把權力交出去的制度 不是一個統治的機制 你知道嗎 今天不是要說這個 所以我要挑 今天要給你知道這個 我們要補一下日本時代的事情 這個過去 我告訴你 為什麼要說這個 過去 大清殖民台灣那時候 他的地道成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台灣怎麼那麼散 沒有啦 右半邊不是罐的啦 你以前聽到鄭成功 佔台灣 有嗎 我告訴你 鄭成功的勢力範圍 就是這樣 佔台南啦 不是佔台灣啦 台灣那麼大地 他沒有載到佔啦 但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都搞不清楚 他說 喔 鄭成功在佔台灣 不好意思 他有多少錢去佔台灣 有多少人去佔台灣 但是那麼大地 沒有載到啦 佔台南有村而已 那時候其他勢力有荷蘭人士 有大渡王國 西班牙都不一樣 沒有載到去佔啦 但是中國人用歷史跟你騙嘛 你知道嗎 這樣蹭起來 來 但是中國人也蓬一個很重要的歷史 就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時代的歷史 所以我現在今天出的時間 要幫你報日本 時代 日本人做的歷史 1895年到1945年 來 大日本帝國 你出席那時跟日本時代 是喔 交和幾年 十四 所以那時 一九幾年 1940喔 40 OK 所以日本人嘛 就是日本人嘛 明治 這個國家不用懷疑 那年輕人是代國人的懷疑 你這個時代都不用懷疑 明治28年1895年 第一載總督叫做華山之地 之際 你看下面就是這個人 對照這個人 從左到右 貴太郎就是這個 乃木西典就是這個將軍 兒一元太郎就是這個將軍 右邊就是歐多辛貝 厚騰辛貧 以前關台灣的 來 內容是 1895年 軍政轉民政領台三後 租稅減免預告 地方官司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離分制度 醫院設置 鴉片制度 紀藥育制度 很多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那就是日本人 大清帝國拿到秋頭 他就要做很多事情 才會把台灣建設給他 你看 就做這麼多事情 你們看 包括殘族廢紙 唐葉 什麼東西 待會兒看影片更快 日本人有沒有建設台灣 從他撥款到台灣 來多少錢 就知道了 你看到大清帝國 怎麼建設台灣 那好笑 為什麼 你沒有那些紀錄 大清帝國裡面 撥多少錢來台灣建設 要說看看 但是本來 那是大日本帝國議會 那錢的預算是 你如果知道自己去查 現在都查得到 中國人那時候來台灣 做幾項事情 啟聲啟廟 求稅財務 我講的話都是押韻 讓你們好方便寄 但是都是陳述式 啟聲啟廟 求稅財務 那是中國人做的事情 日本人都給你建設 所以1906年 佐久珍佐馬的太陽 農會 中央研究院 化學衛生部 農業移民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 中國人看的都不太聽過 很多博物館 館前路走到外面 就是博物館 台北博物館 第六代總督 安東甄美 第七代總督 石元二郎 明石元二郎 第八代總督 田建治郎 為什麼要說他 就是這個 因為那年 洪太豬來台灣 洪太豬來台灣 來 但是那時候 台灣人的社會 有幾個 壞蛋的台灣人 社會給日本聽說 不要來 這很亂 結果 這個總督說 沒有啊 什麼 台灣的思想惡化 只是你這段 在當中 讀多的學生 在台灣沒有幾個人 但是他是社會主義 但是我不會危險 一般人民是非常忠實 善良 順良 敢一事同仁聖恩 沒危險 你可以來 我請問你一下 女生嫁出去 過年回娘家 媽媽就會問你 你在家裡 日子有過兒 好嗎 對嗎 做人 女兒一定 都說 很好的 但是他真的 要求求 勉強 要說出來的時候 一邊講 很好的 發生的老材 明明就要求求 說不出來 感到發生的發生 在說 但是那時候 你問 所以你這種人 有人對你好還是不好 這是不知的 廖片 那時候台灣人 你問說 日本時代還好 每一個人都亂 每一個人都亂說 每一個人都這樣說 那只有少數 你要判變一定人 日本人要教台灣人 教到國際的水準 你不要接受他的教育 你才有犯狂 對吧 但是大清那時候 怎麼形容台灣人 大清帝國統帝台灣人 說什麼 男無情 女無義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對吧 欸 我說得不好 女生 你如果丈夫對我好 我幹嘛跟你每天 跟你嚇哭 跟你傷害傷 不需要嘛 因為對我好嘛 但是在大清帝國 每一個人都有反叛 每一個人都要抗爆 就是你把我挑選過過頭 你把我求求 你們不會過一季 那就是過期的台灣 跟日本時代的差別 你知道嗎 台灣人過期的 日本時代的訓練 來 給你看過期的台灣人 都什麼樣 很漂亮 您在座各位輸贏了 我跟妳講 一定輸贏 因為你說中國人慣 你怎麼可能比他好 這是過期的台灣人 這是有演奏嗎 穿著西裝 你看 連女生穿的衣服都 不好意思 都比妳還比較高級 它是法國的定制服 你看 這是一九二幾年的台灣人生成這樣 一九二幾年 你阿公阿嬤做生成這樣 你看 啾啾 你看 這是我真的 這叫嫁媽生 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 哥倫比亞 美國的哥倫比亞 這也去過U-Pen 我以前也去U-Pen 這叫做住同一個地方隔壁 不是啦 我想說後來 幾十年後 我輪到這個學校這一次 這叫做杜聰明 杜聰明 有聽到嗎 以前高雄醫院的創辦人 杜聰明 來 過去 1928年 台北帝國台灣人留學日本風氣 但是不是只有留學日本喔 留學歐美 1945年 曾經留學過台灣人 20萬人啊 以前的日本時代 台灣的小學生有932525人 台灣人的義務教育 普及率約71%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先進國家 跌跌的時間為大清帝國 落後的地方變成這樣 來 你看 同學路 鹽水龍 鹽村安 吳錫雲 什麼學校 美國 EU of Columbia 以前 美術、化學、經濟、神學、政治、醫學 時間是1920年到1925 都不一樣 一九二幾年那時候 台灣人已經去歐美留學了 最初已經學習慣了 但這裡有一個夭壽的 叫黃雕琴 他做什麼事情 日本人對不對 就是出的台灣人 他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就是說的 美國人說 好 你說你是中國人 你去做中國人 走今天我們台灣人要試試 那就是英雕琴說的 我想說 你就是日本人怎麼會說這件事 結果我去採取的資料 他在醫院裡面都在政治學 到最後他去哪裡吃頭路 南京政府外交部 欸 這就是美角 你怎麼走中國人的政府去做中國人 那就是以前的餘虐的 我們說 對吧 去人當中 各人做你做生的人 就是做這件事 這樣知道嗎 來 再來 時間不夠 直接看 直接看相片好了 1885年那時候 台灣 馬街博士來台灣 在日本 拿到台灣 近十年 馬街博士來 你知道馬街博士嗎 但是 馬街醫院 馬街博士 他是加拿大人 在美國的 Princeton 台灣人 他在台灣 他在台灣 住了這種家 叫做路館 皇后旅館 馬街博士 大胡子龍 都給他 馬街博士 把台灣人搬出去 台灣人平均受禮 在大清帝國統治裡面 台灣人的平均受禮 多久了 35歲 19歲就結婚做老伯 30幾歲 做阿公 就這樣 台灣人平均 35歲而已 吹起子 亂七八糟 就去搬吹起子 後來在日本 就拚下去了 馬上跳一下 跳不知幾句 我可以看一下 我那個照片 我先翻過那個 之後再跳回這個 我看這片照片 因為這比較先進 我們先看 另外一邊的照片 跳一下太近了 我給你們看 一邊的照片 這樣連了下去 然後我要趕快放影片 好 來這邊 那時候美國人來台灣 加拿大人來 教主日學 台灣人開始學會百貨 你看 馬街博士 去廟 這什麼 看有肉嗎 不是中央肉 你看他在嘴裡 這是以前的檳榔西施 檳榔西施 買檳榔的 所以我那時候 檳榔西施 都叫我阿嬤兄 去做 沒有人敢吃檳榔 馬上檳榔人口會下降 不要找辣妹去 十九歲去買就不對了 西鄉從道 以前日本 北白山公親王來台灣 拿到台灣的時候 奧迪這樣一次 百步一次 那時候我們高山 去用收編 很多人 你看 日本的軍官 後面是我們高山做的 勇士 每次都拿著 鐵枸 鐵枸上面 哪有什麼 鐵枸 不是菜股 不是菜股 上面是人頭 你看清楚 那上面一顆一顆都人頭 你看不清楚 我這裡給你看 你看 原住民在跳舞 你怎麼在這裡看老實 你看他手拿這顆是什麼 那顆就是人頭 看不清楚 再給你看一張 以前的家族女生很漂亮 很可愛 單純 那時候你順番就告訴你 你怎麼用穿 你看 這都是日本的軍官 對嗎 部落的頭目 頭目的兩隻腳 中間都放了一顆一顆 這都是人頭 看到嗎 有嚇到嗎 這都是人頭 對 六千幾顆的 我們拼不住的人 人頭 日本人幾個十顆 所以以前叫你不能出草 那個人叫出草 出草就是人頭 毒 所以你就要接受教育 所以再來 別人的生活都很生理 那時候開一個學校 後來 國塞就走到裡面去抬 所以這位 日本老師把這些 村的 你們都被抓著 放在粽坑裡面 給它 它被救下來 那是生還者的照片 之後就開始託誓 念書 日本人 第八連隊進出 你看 那時候的方法 不是最快的嗎 那時候日本時代的圍堂 第八聯隊一次臺灣 後來很快臺灣就蓋這個 馬上蓋 以前日本時代第三高路 我們媽媽日本時代第三高路 女生有漂亮嗎 現在看也知道 女生眉清目秀 現在都很有氣質 日本時代的教育 帝國的教育水準就教出這種人 我們現在的臺灣的便 就是中國人的教育 明白了 你知道嗎 你收到什麼教育是什麼樣的臺灣 這是鐵道旅館 第一年的裁縫課 我現在看日本時代的照片 那時候五歲還不知道 我現在找到最早的 這是什麼 台北公會長 那時候台北市市民 每次人叫一塊 不是中國人去的 後來叫中山堂 可惡啊 我們把那個北公會長 這個公賣 Milwaukee 這公會長裡面 看 以前就冷氣了 我告訴你 你看那餐廳裡面 你看 那中泊宅都在北部 穿起牛 你看 那些餐具的安排 就表示有水準的廚房 壯球台 西餐廳 三山路 以前一輩人做三山路 棒球队 日本时代棒球队这么优秀 不是红业队用棍子打石头 日本时代 每个人都有球帽、球套、衣服 南门国小队上 我这样是南门队上 对对对 那就是全民运动 日本时代那是最高 有队齐、有教练 你看 那是全每个小学都可以打棒球比赛 继续打到架军 这公车 台北市的公车 日本时代就有了 你看 以前的建宗的学生 建中的学生 帝国的样子 欧洲 不是啦 台北市火车站 台北花车站 管前路走到大就是这个 博武館啦 台北市的博武館 对啊 江峰那边 以前是日本时代的商品 不是最近的吗 这是北斗的 那是基隆河 你不要看过 第一次看 对 对 还有中山 都也中山 就是明治桥 明治桥头前 就是中山 八路以前叫做表参道 表参道 表参道走到背后 就是在银沙 银沙上面是神社 对 台湾博览会 这是新公园 以前台北车站 前生的车头 这一陣子 日本时代的学生 你看 每一个都吃 十一列冲 是什么 好学生的 大学先修班 后面在链牌具 日本的牌具 喝咖啡 補粉 链西 真优秀 这是什么 公会回来 在办国标舞比赛 国标舞 你知道国标舞吗 国际标准舞 比赛 这是日本老师 就是来评审 这乡下地方 竹东的乡下 这一部分老师教的 幼稚園的阿姓 这台中 让你们看得快 台中的香蕉出口 你看那时候 人家有 风原家政女学校 那时候台湾每一个地方都建设得很好 没有什么偏远地区 你看 这是中华的水源地 每一个家里都有自来水 才有水源地 家里开的就是水 台中努中的毕业照片 你看每个女孩子 穿得很整齐 白色的袜子 台南 你看 台南 台南 这台南师范学校 你看那时候就拍了 Tennis 你看 这屏東 日本时代就是这样 我们天宏来检阅的时候 我们这海军 大日本帝国的海军跟陆军 高雄市役所 高雄港 这湯匠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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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湯匠 不是最近的商品 这是日本时代 高雄那里的棒球队 我的秋冬 有几百丁 全台北 全台湾各地的棒球队 以前的高雄港就是这样 日本时代 你看 UGM 原油会 你看 高雄水产试验所 并东那里的日本军 台湾 出去全家旅行 开车 穿和服 你看 屏东 便当市場 那一本 你看 屏东那里的妇女会 我们跳回刚才 基隆女中 我跳回刚才那个照片 最后面那一段 看完就放影片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最多的 以前是台湾新闻 对吧 以前是我们的军队 买买的 以前是我们的总督 你看看 以前是台湾人 手牌手 心恋心 因为我们是同心 我们是同一种人 那我们现在不合作 就是里面有中国人 在那里 对吧 境界来算起来 怎么做对不起台湾人的事情 就是他们是中国人嘛 心没在台湾嘛 如果真的你的土地 怎么做那些事情 对台湾人这样做 做不下去嘛 所以那时候 才有这种团结 那种大家在一起 那种感觉 你看 以前好像欧洲的一根 箭桥 Cambridge 欧洲的那种 胸口的风水 你看 学相铺啊 箭道啊 你看 以前每个台湾人生的 女孩子学的 茶道 箭道 武术 烹饪 日本时代就是这样 教我们年轻人的 有一个优秀的 台湾人造出来 你看 过期的台湾 还有台湾博览会 这照片都从这边抓出来 我要给他一点 亏一点 我们放影片 时间 谢谢 我们放一下影片 我给你们看一下鸭皮 刚才那是胸皮 要看鸭皮 台湾 中特户 一马 1895年4月17号 马官条約確定 台湾归族 我们大日本帝国 我们大日本帝国 明治28年 总督执政40年 拍摄这个影片 成果报告 新兴兴的台湾 新兴的台湾 新兴的台湾 你看台湾人 在旁边这样 他在清朝當作畫外皇帝,台灣的居民是當作畫外之民 但是改曆之後,日本政府致力同化訓譽,變成帝國臣民 帝國的新民,改曆不到幾年的時間,平定土匪的叛亂 進行產業的指導獎勵,鐵路、港灣、交通建設、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禮藩教育普及,不管地方制度或改革或軍事方面,長足的進步,非常完備 你現在開始看以前的日本時代多久 短時間有這種效果是因為皇室一世同仁 無分日本人跟台灣人,都是日本人 以前台北市,我告訴你,霓虹燈有夜景表示什麼 你要會看Infrastructure,基礎建設做得好 電線要配到那個地方,才能放霓虹燈 台北市,稍微跳一下,稍微跳一下 我們沿著這個,來,這三線路,這就是三線路 三線路,以前日本時代就算,也有這條歌在唱 現在台北市就是重新規劃,把以前古歐代的大清帝國統帝 當時的東西跳到冰座,都市計畫更新 那時候叫做沈來,台北有聽 啊歐代的大聯諺終壞 這是帝書 我們每一個下国民政 府也是6000 standalone帝書 台灣軍的蘇聯保 台灣軍的蘇聯保 台北醫院 鐵道部交通局 郵政局對面是台電 台灣電力租資會社 租資就是股份有限的意思 租資會社 總督府大的地方 總督府 總督府往北 管前路走下去 橫陽路 隆町 日本時代台北市 公車 以前穿在日本和服 尚人去搭乘 騎自電車 主要街道 馬屎 這個頂腳 在鐵道旅館 台北AQ AQ就是火車站的意思 台北AQ 有一個人力車 也有Taxi Taxi 人力車都非常安靜 還有Bus 那時候台北市 很安靜 很安靜 自然的靜 快適的街市 現在的那就是 明治橋 那後面的魚山 會比較多人 魚山在後面 幫你採一個 宋美林幫你採一個圓山飯店 你看 以前很漂亮的玖 現在又有聽到 讓媽媽叫他聽到 這是台北公費的圖 那時候就蓋好了 很漂亮 裡面很舒適 有冷氣 有小餐廳 補武館 沒有人在市民地蓋補武館 表示這是日本的土地 它才蓋補武館 這是台北宏祖局 那就是電台 每一天兩個議員 台議 日議 放上 植物園 這邊可能可以稍微 放中間這邊跳一下 我們直接跳 我直接攪到淡水高爾夫酒廠那邊好了 這是北斗的雲爪 日本時代把它創起來 北斗的雲爪是淡水 你看那時候淡水的高爾夫令 那時候就在打高爾夫了 日本時代 你看 你看 這就是高爾夫令 那時候就在打高爾夫 會享受啊 這日本時代注重我們的休閒活動 那就是帝國的 鐵國的高級 新町也是很早的開放 那也做得很好 你看我們直接跳茶葉的部分 新町怎麼做地味的 你看那樓邊的樓頂也是很漂亮 那時候頭前的部分當然是人工去採收啦 但是再來是什麼 你看 日本時代喔 再來怎麼樣 欸 全自動化 連某茶葉啦 烘培都是用自動的 那種極其也做 你看 生產線 你阿嬤做那時候 就這罐水準耶 沒有辦法蓋起來 沖到清潔裡 不會垃圾 頭髮不會垃下去 沖到... 欸 注重衛生啊 那就是帝國的水準 日本的水準就是這樣 罐頭跟沖到這樣 弄得很乾淨俐落的 嗯 嗯 日東紅茶現在還有耶 希望有一天宜碟台灣再出現 日東紅茶 喔 台中 以前的台中鋪去 火車站就是這樣 齁 都不要看過齁 以前的台中是這樣 以前的你看 綠川 柳川綠川 哇 漂亮的你看 生產馬丹娜 台中是台灣成為日本領土厚 你看他的街道多漂亮 那個電火條 你看多漂亮 哇 有綠川柳川的清流 台中漆 有柳樹 幽靜而美麗 有台灣的京都之稱 喔 彰化銀行 嗯 台東的酒店 喔 City Government 酒店 那個酒店 不是City 應該是State Government 喔 台中第一位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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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公園 台中公園 那時候就是這樣齁 台中公園以前就是這樣齁 台中公園以前就是這樣齁 很漂亮你看 噴水底 你看那時候這個 台中公園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齁 在日月潭 你看 在所有的電力 有一個地方公園 那時候就做10萬千瓦電力 台灣電力 注視匯射 那時候就上電去台灣各個地方 透過高壓電線 你看24千瓦電力匯射 看一本能怎麼建設台灣 工業的原動力 你看日月潭往北送 往高雄送 南北送 台灣最大而且唯一 動力公園 中國人現在還在利用這個系統 台南 這邊台南跳過好了 時間不多 齁 這家族的 這怎麼說起來更多 這家族的家農 那什麼 喔 講到唐葉 這也可以說一下 日本時代跟台灣 你說唐葉很重要 為什麼 唐葉這樣做罐頭 把我們的水垢 送出國 唐漿 保護 再這樣送出去 對不對 唐葉也可以做今天 好吃的甜點 唐葉也可以體驗酒精 做工業酒精 也像燃料 台灣唐葉台灣沒多小 多大地了 它的產量已經世界 其次於古巴、印度 還有 爪子 台灣 一年的主要 台灣主要產地 你看 都準備好了 火車、火車、鐵道 我們現在看 它是怎麼種植的 什麼方法 種植 你看看 都很先進 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你現在在說 是1920年 那是 吃百年前 你看 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 季節化 運作 不是叫人工 那時候季節化 日本人 日本人 是怎麼說 世界大戰前 一人 五公公 批准的 台灣的農業 你看 就是這樣 集結化 建設 讓我們做點心 煉乳 罐頭 相關產業 一樣造成 一百一九 沙腾 一個 一個十三公斤 日本的佐藤消費高 是 過去十年間 平均七十萬匹克 增加 但是 那時候 氣候 是熱帶的 為了 這邊跳過 跳一下 我們直接看酒精的部分 它有實驗室 看一分 糖液產生的實驗室 肉欄 總督府的糖液事業所 從甘蔗萃取酒精純度 像 這邊再跳一下 直接看 你看 很實驗 襯衫都做特殊 像研究室 加南大紀錄很重要 一個 台灣人農業 日本人一直弄起來 照一年三座的道座 就扣這個 三五潭 東洋第一的水利事業 供應台南州裡面 十五萬餘甲的水源 就扣這個 水路延伸二十六里 支線兩百八十一里 你看 Keylon那一部電影裡面 這個工水 年餘 到240萬日元 年額 三年輪作 是靠這個水的 供水設備 做出來的 再來去 那時候 那時候的高雄就是這樣 你看 飛機站在外 你看 那個工裡面 那個 准 怎麼運貨物 你會覺得 那時候的先進 現在那時候就是這樣 你看 你看多少鈴力 運多少貨 那時候高雄工那時候 非常熱鬧的世界 主要大港之一 日本人南京澈澈 我們跳一下 這邊跳一下 直接看那個 馬祭里的地方 沿河岸 工廠都開了 高雄酒店 高雄 那不是日本 那不是高雄 那時候有 內地 我們的內地 日本到街人 那時候 有可貝出發 兩週月到 內台定期航路 豪華版航路 豪華版航路 種植棉花 拓展 金融事業 做很多的規劃 你看那時候人 穿的衣服 小朋友穿的衣服 喔 那是高級的衣服 很時髦 很時髦的東西 喔 那時候地下電 有人搭到台灣 那卡電話 很方便 卡在日本很方便 那飛機 也有照常在那邊 齁 這裡有什麼搬機 沖縄 和台灣 國舊 奧 Inhale Fukuoka 那個固定的搬機 一天之內 沖縄 威債 我 我 還有一次 再來要介紹我們的高砂族 非常注尊高砂族的教育 有大學專科學校畢業生 有做警察、做老師都有 巡査的警察 我們今天一口講到這裡 請來繼續討論 謝謝